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知道這個東西在亞馬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在學什麼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今天呢我們要玩的是 全新的B級英雄喔 這是一個你絕對沒有看過的 這個造型呢 之前據網路說 是在一拳超人聯動的時候 本來該出的造型 不過研製今天才上市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這是古墓的全新造型 一拳 喔不對不對 B級英雄才對喔 那這個造型很有趣的地方 他在泰國伺服器 你只要除止99點 就可以獲得造型喔 那今天這場真的超級有趣 我在泰國伺服器的大廳 不是都會有人 找別人一起玩傳說對決嗎 我隨便按了一個排位賽進去 就直接開始打喔 好了那我們這邊一個 外掃區集結要開始去掃地囉 各位 那其實玩古墓非常簡單 你只要找我左下角的這套 我左下角的這套 我我左下角的這套 出裝魔紋奧義 是目前全服最強的古墓 出裝魔紋奧義 那古墓的技能 究竟要怎麼點呢 其實我覺得他點法蠻多樣性的 如果對方的近戰英雄呢 比較好拍中的英雄比較多 我會主點二技能 那如果對方中距離 或是遠程的英雄偏多 我會主點一技能 等等會跟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喔 那主點一技能跟二技能 都有他的好處啦 那要玩古墓 只有三點也要注意 只要注意這三點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古墓大師 首先古墓的被動技能 就是當你技能 任意命中對方五次之後 你的一技能就會變成 強而有力的推進擊飛技能喔 那命中英雄的話 會直接疊兩層 也就是說你的技能 盡量去命中英雄喔 那我剛剛為什麼說 如果對方中距離 或是遠距離英雄 就主點一技能 因為一技能的傷害會更高嘛 那為什麼 比較多近戰型的英雄 主點二技能呢 因為古墓的二技能 會隨著等級提高 去降低他的冷卻時間 一技能的冷卻時間比較短 但是不會隨著等級提升 而降低冷卻時間喔 這就是古墓 主點一技能跟二技能 要注意的地方 那二技能呢 盡量拍中兩名單位以上喔 除了會造成更多傷害之外呢 還會讓他們擠在一起 讓對手強迫控場 大絕招也是古墓 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開啟大絕招 會有霸體狀態之外 你還會有一個護盾 那命中同一個目標八次 他就會直接被你暈眩一秒鐘 古墓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好吧 那今天我們就去 泰國伺服器一起冒險喔 那為什麼會常常去 外國伺服器玩呢 除了去研究一些 比較有趣的打法 跟你們分享之外呢 其實在外服跟台服 有些造型的上市先後順序 是不一樣的喔 那像是這個古墓的B級英雄 其實在一拳超人 剛出聯動的時候 網路就已經有流傳說 這個會跟著一拳超人的 聯動跟著出現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拖到現在才上市 當然這個造型 台服還沒有上市喔 好了 這邊呢 我們去懲罰一下 上路那個拿拐杖的老爺爺喔 你不是很喜歡爬山嗎 讓大地的山精靈來懲罰你 喔齁齁齁 給你一拳 再見了老頭 好 大絕招開起來 哈哈哈哈 喔齁 我完全沒有打中他欸 哇 對了 古墓的弱點之一呢 也是非常難對付一些 靈活非常高的英雄喔 這就是他目前的弱點之一 他目前在輔助 是在中斷班的英雄喔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 到處去逛街喔 我們就直接有沒有 二技能拍中兩名英雄喔 讓他耳鳴暈眩在原地 哇 這個瑞克 他剛剛殘血 然後直接繳了一個瞬移 上來給凡恩秒殺喔 好 那這邊 親愛的四角獸 你已經被包圍囉 這個凡恩直接扛了一個 防禦塔之後 被秒殺啊 我剛剛是不是應該 站在凡恩旁邊秒殺他 不過老實說 他剛剛那個站位 非常的不OK 哇 這邊有美奈 哇 那我的大學照不就等於說 讓美奈送了超多的香菜棒棒糖 讓他不斷的去疊被動嗎 呵呵呵呵 我發現對面的莫拉 非常的可愛 都一直用正面來暈眩我呢 我想要利用我來疊被動喔 這個造型其實 我覺得算是古墓 到目前為止最帥的造型 雖然古墓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幾個造型啦 好 那這邊呢 殘血的莫拉 不要害怕 好那我們就直接跟著隊伍一起進來吧 而且這是我在泰國伺服器玩的第二場牌位 第一場我明明就拿了一個非常好的分數 結果結束之後我第一個被踢出來喔 因為那一場我們好像是星耀鑽石 再加上我一個B牌 啊那一場就從贏打到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 在最後我直接被踢出來喔 那如果這一場我技能有些放失誤的 再請多多的包含喔 因為我的網路 現在真的超Lag的 好了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跟著兵線一起推進去 對面的井有花家的造型 這個在台服最近好像在復刻喔 那其實最近有很多觀眾朋友私訊跟我說呢 BBCC請問什麼什麼什麼造型 到底會不會復刻喔 不用擔心傳說對決 在下半年之前明明就有預告過 很多造型都會復刻 好這邊我犧牲了自己之後呢 滋養了大地 弗洛倫直接滑過來你可以嗎 把井滑爆之後呢 四角獸卡莉再度被擊殺 這個莫拉一樣二段過來再回去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各位 喔衝過來又直接過去 哇我的天啊 剛剛莫拉其實有機會 直接把對面的對手給收掉的耶 那最近呢在台灣也發生了大事 那就是只考會考 終於考完了各位呢 近期也發成績啦 即將要憂傷即加醜 有觀眾私訊問我說 BBCC在發成績之後 我被家人罵的半死 躲在房間裡哭 是會哭到發抖的那一種 他問我說你覺得成績是一切嗎 我不覺得是一切 其實我從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到大學 我每次的班上排名都是在前十名喔 不過都是從後面倒數數過來的前十名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我很慶幸的是我爸 從小到大都沒有因為成績的事情 打我或是罵我 他都會覺得 反正是小孩嘛 你總有一天你都覺得你自己是吊車尾 有一天自己就會想開開去讀書 好險我爸那時候也沒有罵我 這也是我蠻慶幸的 所以我在這邊也發誓我 以後假如我有小孩的話 我絕對不會因為成績的事情去罵他 因為我覺得其實聰明根本呢 應該說其實有些小朋友很聰明 但是他就是不會讀書 那像我呢我是 我自認為我是有點聰明又不會讀書啦 這是怎麼看出來呢 以前我國中讀惠文國中的時候 我們班倒為了想出一個 讓吊車尾成績進步的方法 我們每次考試完都會全班換位置 那只要你是 他會依照你的排名去選位置 那假如你成績差你以為永遠都是吊車尾 錯錯錯 我老師有設置一個特別進步獎 就是只要你每次是進步獎的同學呢 你就可以在班上前三名的同學 選完之後換你先選位置 我每次都為了拿進步獎 就刻意去衝那個排名 就每次就衝那一次而已喔 欸 我跟你講 國中換位置很重要好不好 你為了能夠坐在你那些 超搞笑的朋友旁邊 費盡一切的努力努力努力 只是只要我沒有拿進步獎 我就會被排在第一排 你知道第一排那種位置 就是很多同學都不想坐喔 有些老師甚至 還會把那些很愛說話的同學 直接掉到第一排喔 那其實我覺得成績也不會影響到未來啦 老實說我現在從小到大 我覺得 我們班上以前成績在中段班 或是前中段班的同學喔 他的未來發展 以我目前統計好像都混得不錯 或是發展比較好 那成績不好的同學 其實也有發展不錯的 但是那種成績在前面的呢 你也不要太悲觀 如果你是能夠一直努力下去的呢 你也是發展不錯 不過我們班上目前都是 成績在前中段 甚至是吊車尾的同學 到現在還發展不錯 好啦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那最近非常開心的事情 也是勇士隊終於得冠軍了 各位 真的超級開心的 勇士隊其實在一開始 他們入季後賽之後呢 大家最不看好他們 結果他們竟然一路打到冠軍 就跟這個古墓的造型一樣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